2019年11月18日 理工大學被暴徒佔領期間 有人發起所謂迴藝救召的行動 導致油尖旺多處爆發衝突 警方最後封鎖旺角一帶 拘捕多人 超過200人被控暴動等罪 其中一案的白男一女經審訊後被判罪成 連同開審時認罪的一人 日前在區域法院分別被判囚45至58個月 被告雷曉天、梅俊浩、吳卓雲、吳月僑 柯俊明、安俊賢、潘依晴 戴卓欣、王志勇、余嘉晴 被控在2019年11月18日 在窩打路道 至下美頓街之間的一段尼敦道參與暴動 吳月僑另外被控在 尼敦道管有一罐噴漆 意圖摧毀和損壞財產 報稱是女護士的余嘉晴 早前承認暴動罪 其餘9人則經審訊後被判罪成 區域法院法官 郭啟安判刑時指出 本案屬於反修例運動中最大規模之一的暴動 參與者高達2000人 警員只得200人 雙方人數懸殊 可謂以一敵十 而根據示威者的裝備 攻擊程度事前必定經過精密計劃 至於案發的一段尼敦道 輪近油麻地的民居和商鋪 各官指 居民和保安當時感到警方 和擔心安全 暴動對人身安全構成的威脅 顯而易見 另外這場暴動引致該區交通癱瘓 各官引述小巴公司職員指 暴動令小巴專線當晚錄得零收入 是1997年以來的首次 捉見暴動者自私自利 破壞社會安寧 令無辜商人蒙受損失 各官又指 雖然並無直接證據顯示 各被告有破壞或暴力行為 但判刑需要考慮整體暴力行為 各人仍需為暴動群體行為 負上相應的刑責 所以彩立五仍為量刑起點 最後分別判處各被告45至58個月徒刑